各位好,我是彭慧珊 今天講過整體走勢非常之凌厲 除了恆治升了530點,升了接近2%之外 也看到成交額升到1400億 也是近來高位的 其實恆治在今個星期的第一天已經升得那麼厲害 上星期資金流入的情況已經有點暗示 因為上星期內整體流入恆治成份股的資金 也達到174億 比起之前整個9月份只有38億的資金流入 明顯是強了很多 而且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股份 包括今天來講內銀股 之前來說是比較弱的 再加上一些有可能被美國政府調查 或者是開放的一些科技股 好像是阿里巴巴和騰訊 今天的走勢都不差 顯示著一件事 就是市場似乎是對於10月份的後市 真的看得不錯 依然去看恆治升上去 是100天線和50天線的水平 正正也是說這一轉 是由7月份回調到下去 9月份的調整量 剛剛計算38.21%的反彈阻力 未能夠突破 似乎是顯示著投資者是有所戒心的 不過如果以資金流入的情況來看 加上今天來講 差不多是90億個資金流入 進一步暗示著市場仍然有得升 所以投資者可以將目標位擺高一點 譬如可能說 起碼這一轉來講 有機會真的升到2010天線的水平 才會真真正正出現一個見頂的跡象 就算是有可能的 嘻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